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像水一样清 爱能化石为水 无论 Maya 以一种多可怕或皇家般的形态来反对你 让你自己融入爱的海洋中 Maya 反对你的力量将在一秒钟内结束 你保持融入的力量 不只是不是只会像魔法咒语一样起作用 而是会变成 Shift 咒语 你们所有人都拥有 Shift 咒语的力量不是吗? 或者你失去了它 Maya 将你自己融入虚拔的爱中 不要只是浸泡一下就又出来了 思念一会儿说着 前密的爸爸 最爱的爸爸 意味着你只是浸泡一下 然后就出来了 所以 Maya 把她的眼光投向你 当你自己融入爱中时 你就会变得远离 Maya 的誓引 Om Shanti 增加累积账目 做出节省计划 要做这样一个神性的预算 使得世界上的每一个灵魂都能得到点什么 歌颂你们 你们一定必须要给每一个灵魂一样或另一样东西 无论是给他们解放还是生命中的解放 神性的预算意味着所有的灵魂们 包括物质都变得快乐和充满 祥和宁静 Om Shan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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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把我们保持得非常的健康 良好 当一旦我们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那么爸爸就会保护我们 对吗 爸爸讲了很多关于爱 之前 爱只是一些 就是好像那个拼图 有些不了解爱 是否那个人爱我还是 但是自从我们属于了爸爸之后 我们了解说什么是真正的爱 那么那种爱就是灵性的爱 就是这个爱呢 这份爱就是对每一个灵魂都有爱 然后爸爸也告诉我们说 就是要从Maya那里呢 保护你自己 你只要融入在爱的海洋中 我已经提及到说 现在我应该必须要 我不应该可见 但爸爸应该通过我们可见 如果我们在记着爸爸 灵魂呢 就是灵魂们就能够看到那个光和威力 也会看到你是如何的 这个无限的 你是如何 你的爱是如何的 无限的 没有条件的 无私的 所以灵性的爱 就是真正的爱 真实的爱 我不认为我们会记忆到说 在任何的这个年龄中 即使在任何的时代 即使在今时代 但是现在呢 这个是灵性的爱 其他的时代你不会体验到 所以这份爱呢 有不同的力量 而爸爸说 即使Maya 即使Maya 也不能够看到你 因为 你是融入在爱的海洋中的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呢 会不见掉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让每一个 每个人呢 都能够感受到这个 对爸爸的爱的这个整波 而在另一方面 融入在这个爱的海洋中 那么没有人能够看到你 这是非常美丽的这个方式 一种方式 就是 就是 把爸爸的爱从我们这里呢 浮现出来 当现在 当爸爸在讲关于 就说 就是在另一方面呢 就是要积累 其中 其中一个方式呢 去积累呢 就是 另一方面呢 就是去花 这是非常 在世俗的世界里呢 是非常普通的 他们一直在花 他们 我们呢 不是在花 而是在积累 所以爸爸也在讲 关于 就是说 你越多的去给 你就会积累的更多 所以如果你要积累 更多 最多 所有的这个力量 所以其中一个方式就是 去想 这个整个世界 每个灵魂 都是你的家庭 家人 所以 无论你是 是否 你有什么预算 十到二十 但是你在预算的时候 是对美 整个世界的预算 不是十到二十个 然后我们能够去服务 我们看着 我们看着太阳 看着月亮 只有一个太阳 对吗 所以只有一个月亮 但是那个 那唯一的灵魂呢 能够去 太阳呢 能够去服务 整个世界 所以很多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指示 方向 它会消失 也会可见 也会出现 我们说看到 我们会看到 这个太阳升起 和日落 所以 我们 大把说 我们的爱是无限的 所以应该要体验到 整个世界的 应该体验到 所以 我们的这个 爱 光 我们的这个 光的这个光芒 和这个威力的光芒 是什么 那个就是 太阳的光 即使 你在移动 在做决定 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它都会一直在转动的 它一直都会在给太阳 就是一直会在给 阳光 同样的 月亮也是一样 所以同样的 就是增加 我们的力量 也是一样 就是纯洁的力量 爱的力量 宁静祥和 还有快乐的力量 这就是 就是能够散播到整个世界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 这被称为 就是通过心思去服务 就好像你有这个关系 在非洲呢 或者是其他各个国家的其他部分 有这个亲戚一样 当你在想起他们的事 他们也会感受到 跟你是有联系的 然后他们就会打电话给你啊 然后他们就知道你在想 思念着他们 或者是他们在记忆 你也会感受到 对吗 所以在这样的方式下 我们知道说 思想 我们的想法是没有界限的 是无限的 而这肯定呢 就会达到整个世界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说 当爸爸说 你必须去服务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想 怎么方式呢 对 有些人他们会去旅游 他们会去到处去给讲课 所以那也是有某些 这个物质的这个方式下 去服务这个世界 但是在这里 爸爸在讲的是关于 就是要恒定的闪闪发光 然后去散播你的光和威力 就给了一个例子说 就是拥有 整个世界拥有这个家庭 而爸爸说 这整个家庭 是其实呢 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家庭 家人 这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 去服务整个世界 就是通过散播这个振播 那时间会到来 这个时候会到来 当那里有很多 很多 就是人们会感到很 很孤独的时候 你就会 你会带来神 神的这个力量 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他们就会感到说 他们会属于 他们不会感到说 他们是独自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 我们呢 是 是 是 就是给你整个世界的 但是对神来说 就像神 他们都在 就是 赞美这一个 因为 爸爸说 但是爸爸说 当你 当你用 通过所有的 这一个美的 去服务 在无限的方式下 他们都会在 占美这里面 这就是 为什么爸爸说 太阳 月亮 还有 星星 爸爸一直在提及说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的 星星 在地球上也是有 星星 天空上的 也有 星星 而我们爸爸 我们是爸爸的孩子呢 其实 是 这些 星星 那个光 这个光 这个光的光芒 能够做什么呢 就是能够 使你 就是可以 使你摆脱 所有的障碍 痛苦 担心 担忧 就是在解放你 所以你 展示 你展示了这个 解放的这个道路 然后 人们的生活 有时候 他们会感到说 他们有这些 界限 他们的这个 生活中的界限 有限 都会消失 所以他们会感受 感觉到说 他们被解放了 爸爸说 你能够给予 这个解放 你能够给予解放 但也是 也许很多 也会体验到 就是在目前体验到 他们 我们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 生命中的解放 你在这里 生活 但是你感到的是 你是自由和解放的 这也应该是 要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们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是 完全的自由的 所以爸爸说 给某些东西 你是否是给 这个解放 或者是 几万目的 目的 和生命中的解放 无论什么 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就是要有 这个波浪 爸爸说 这是快乐的波浪 宁静祥和的波浪 爱的波浪 应该 应该散发到 整个世界去 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 只要保持快乐 就是一直要保持快乐 不只是 暂时的 或者是外在的 但是内在 是无限的 要保持那样 就是这个 快乐的光芒 散发到整个世界去 所以爸爸说什么呢 现在 你散播到整个世界去 而且 而且你在节省 你在整 你也 你就是在节省 你越多的去给 你就节省的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在 只有在我们的 灵性的生活中 才会发生的 你给的越多 你就会 省的更多 这样 当你有节省的时候 你就会帮助到你 所以就是在 生意中呢 他们在做事 他们都要有 那个 利润 所以他们 当他们赚到了 他们就会 感到非常快 冲造这样的意识 说 每个世界上的 每一个灵魂 都是我的 家庭的一部分 对每个人 都有爱 如果某些人不喜欢你的 你就不爱你的 你就爱他更多 因为有时候你感到说 那个灵魂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爱 应该成为那个支持 我们的爱 应该给他们力量 把他们 跟爸爸 带他们 跟爸爸 更接近 然后 帮助他们 让他们融入在 这个爱的海洋中 让他们 变得自由的 然后感受到 他们正在前进 他们就是 向着这个生命 生命的解放和 解放和 生命中的解放的 这就是为什么 爸爸正在呼唤我们 就是 让我们 要有节省 在 世俗方面 而且 他们的 他们的 收入 还有他们的 节省 都是完全不同的 世俗方面的 但是 但是在 灵性的 生活中 我们 给予的 越多 我们就 节省的 越多 就好像 我们花了 多少 就是要把 我们要有 这一个 目标 要恒定的 闪 闪 闪耀车 就像 太阳 月亮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 太阳 但是 另一个 世界的 另一边 能够感到 能够看到 能够感受到 它 就好像 同样的 月亮也是一样 因为 他们是在 上面的 所以 任何 世界的 每一个 角落 在 不同的 时间 你会 得到一些 从太阳 那里 得到一些 东西 所以非常有趣的 现在 我们 我们应该 要有什么样的 境界 通 我们的 这个 服务 我们的 当我们在 服务时 我们的境界 是怎么样 目标是什么 所以 这些 要变得 非常 恒定的 没有什么事 会被消灭 在我们的 从我们的 生活中 无论它是 爱 是否是爱 是否是 快乐呢 或者是 宁静祥和 一切的 真的是 无限的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意识中 是非常 就是 无限 和 我们是 给予 当我们 在 分享 是 我就会 在内在 会感受到 我们能够 做到 这是 非常 实际的 你不能说 你只是 去服务 你是 去服务 这世界 这就是 为什么 爸爸 给了 我们 这个 头衔 就是 我们 是 世界的 服务者 世界的 转变者 所以 让我们 把这个 保持在 我们的 心 想法 思想中 说 我们要 去服务 整个世界 Om Shan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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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类 的账目 做出 节省计划 神性的 预算 要做 这样一个 神性的 预算 使得 世界上的 每一个灵魂 都能得到点 什么 歌颂 你们 你们一定 必须要 给每一个灵魂 一样或 另一样东西 无论是 给他们解放 还是生命中的 解放 神性的 预算 意味着 所有的 灵魂们 包括物质 都变得快乐 和充满 宁静 相和的 Om Shanti Om Shanti 这是来自1969年10月20日的阿弥陀摩林 主题是 完美通过冰度点和新度海洋的意识 如果你们恒定地 永恒地保持这种热忱和热情 那么你们肯定会达到你们的目标 巴布达达拥有这个信念说 你们将从这个Yagya-kun 就是激活的方形 容器 激活 成为的 新 就是这个激活的新 变得完整 你们看过Yagya-kun的纪念吗? Yagya是那里激活发生的整个区域 但特别重视Yagya-kun 就是点燃火的地方 你们肯定看到了 恒河和Jamuna Muna河都很重要 但它们的会合更重要 在那里 沐浴 被视为是非常崇高的 恒河和Jamuna河 在很多地方都有存在 都存在 但 为什么人们要特别去这两条河的 会合沐浴呢? 它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呢? 你们也知道会合时代的重要性 就像特殊的地方 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样 同样的 Maduban的Badhi 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你们在这个Badhi中 获得父亲的完美礼物 孩子们得到了 这个相会的特殊幸运福气 或者会合 这个相会本身 就是在完美礼物的形态中 会合时代是这个相会的纪念 所以 这个相会是完美的礼物 你们肯定会从这个Badhi中 盖上完美的印记 然而 与此同时 你们也必须要很好的学习 如何计算 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你们不知道如何很好的计算 你们用减法 而不是加法 而加法 而不是减法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的境界会有波动 你们必须学会精准的计算 在哪个方面你必须加 在哪个方面你必须减 因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 你们甚至在不需要家的地方加 在不应该减的地方减 这个小计算 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在家庭中生活时 你们必须精确地学会在哪里切断 在哪里建立链接 而且 如果你们必须建立一个链接 那么在什么程度上 以什么形态 你们被召唤到Badhi 所以你们也会被告知Badhi的任务 你们必须在哪些学习 课目中变得强大呢 首先 在Alogic 神灵性神性操练的课目上 其次在计算上 你们必须在这个Badhi 学习这两件事情 如果你们在这两方面都变得完美 还剩下什么呢 你们将从这里 在这里成为完美的 你们将成为那样的 但是其他人成为那样的人的任务 人将存在 你们必须因为这个而离开这里 你不能因为你们的关系而去 而只是为了服务 即使你们不得不去 也只是为了服务 无论你们待在哪里都要视自己为这样的 通过这一点 你们的境界将是充满爱和超脱的 就像Bab Dada为服务而来 而为服务而去 你们所有人也必须为服务而去 你们必须在服务中获得成功 然后亲自来到Bab Dada 目前Bab Dada从精细区给孩子们哪个咒语呢 就是快来快去 快去快来 为了服务而去 为了服务而去 然后迅速与同伴一起回来 然后再回去 当你们很快去 很快来到这里 你们来到这里时 你们就能用心智迅速做到这一点 心智的超练也是 快去快来 不是吗 当你们记住这个身体上的咒语时 你们将能够拥有这个境界 这个就是世俗的咒语时 你们将能够拥有这个境界 这个咒语与那个咒语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 Yagyakun的重要性 在这里 你以礼物的形态获得它 在那里 你以努力的行 做出努力的形态接受它 所以Yagyakun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里它是一个祝福 而在那里它是一种努力 既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礼物来获得它 你为什么还要努力呢 做出努力呢 信念是心智的胜利的 在心智中有这个信念是胜利着 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有怀疑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那么你将无法成为这样的了 因此随着你境界的变化 你的言语也应该改变 你必须在这个牺牲之果中学习这种言语 然后从这里 你必须在成为这样的 这样的样本后离开 当他人看到你时 他们会被吸引 也会在yagyakun里牺牲自己 就是不教 从每个人的照片中 Babdada看到每个人的幸运 福气和努力 以及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 创造他的幸运福气 当你们所有人看到其他人时 从每个人的照片中 你们应该能够看到他们的努力 你们应该看到他们努力的特殊的美德 每个人的努力中 肯定有一种特殊的美德 你必须要看到这样的美德 一个是美德gun 他和他与此同时的 还有 这两个词非常相似 然而两者之间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如果你没有看到美德 白衣就会进入 你必须看到每个人的美德 然后那些白衣就会被消灭 将会结束 你们都是拥有爱的 只有爱的孩子才能 在现在来到更接近 你们特别有爱 因此你们今天被给予双重的这个滴辣 但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滴辣 这不是一个以Lokic世俗的方式 那哪一个是双重的滴辣呢? 一个是无身体的 非实体的 另一个是超脱的 我把正以永恒的这个方式 点上这个双重的滴辣 以便它能永恒地 留在每个人的额头上 你们必须保持 持续不断地保持这个不朽的 Chi Lok Acha Om Shanti 增加累积的账务 做出节省计划 神性的预算 Make such a godly budget 要做这样一个神性的预算 使得世界上的每一个灵魂 都能得到点什么 并歌颂你们 You definitely have to give something 你们一定必须要给每一个灵魂 一样或另一样东西 无论是给他们解放 还是生命中的解放 神性的预算 意味着 所有的灵魂们 包括物质 都变得快乐 和充满宁静祥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